今天我们来讲一下防火卷帘门的工作原理 超级防火卷帘门适用于各种行业的大面积区域 以及民用建筑中需要防火分支的场合 特别是在高层商务厅、展览厅、航站楼、烟囱、车库等场合 超级防火卷帘门可以将火灾控制在预定范围内 以达到有效阻止火势蔓延的目的 通常在收到火灾警报标志后将其降到底部 其主要功能适用于防火 根据国家行业标准 特级防火卷帘门控制箱还应配备备用电源 在没有主电源的情况下 备用电源可能仍留在着火标志上 打开卷帘然后放下卷帘门 超级防火卷帘门还可以配备一种保险丝 护膜剂中有一块一加工的合金保板 当温度达到国家标准规定的73度时 一融合金保板将融化 并推动卷门机的制动器 打开以与卷帘门自动降落 这也是一种辅助功能 好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喜欢我就关注收藏吧